托马斯·杰斐勋 人人生而平等 商人以四海为家 每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诚实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 意义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自由的土地必须一寸寸夺取 若有可能奴隶也会成为暴君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 谁有历经千辛半苦的意志 谁就能 我喜欢梦想未来 而非追思既往的历史 自由之术必须实时用暴君的血做养料 十一个人值得信任的唯一方法 就是信任他 从不浪费时间的人 没有功夫抱怨时间不够 对骄傲的人 不要谦虚 对谦虚的人 不要骄傲 点亮蜡烛 照亮他人者 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 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 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 一个人不能指望 睡在鸭绒背上 被人从专制 抬到自由去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我很相信运气 而我发现越是努力工作 我的运气越好 当理智足以战胜观点上的错误时 这种错误是可以容忍的 当人民恐惧政府 是为暴政 若政府恐惧人民 方有自由 没有社交 没有适合我们口味的社会 人就永远得不到自由 当一个人受到公众信任时 他就应该把自己 看作公共的财产 生气的时候 开口先数到十 如果非常愤怒 先数到一百 当一个人受到公众信任时 他就应该把自己 看作公众的财产 绝不要因为便宜 就去买你所不需要的东西 不需要的东西 都是昂贵的 当新闻获得自由 而且任何人都能阅读报纸的时候 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理智 正义 和平等 都没有足够的力量 统治地球上的人类 没有利益 有这种力量 传播思想 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 同样 点燃蜡烛 照亮他人者 也不会给自己 带来黑暗 一切问题均成两面 一旦决心取其一 自自以求 并建立成效 则无可避免地 遭到来自另一面的诟病 与仇视 人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 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时我来决定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政府而不要报纸呢 还是应该有报纸而不要政府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金玉良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